這裡是本屋 我有准曉台 小婷 我知道你跟她clock 是我 好長 電影高年級實習生 描述一名年過七十的 昔日工廠老闆Ben 為了再次找回對生活的熱忱 到了一家網路時裝店 電影顛覆大眾對於退休後長者 不再被社會所需要的傳統印象 其實像這樣 退休 依然在職場很活躍的人 不再少數 鏡頭前一身紅色POLO山 火力十足 他是台大政治系教授 彭景彭 退休後從專任 轉為兼任 繼續在學校任教 壯世代來臨 如今不止公部門 一般建林退休的民眾 也受惠 立法院三讀 通過勞動基準法修正條文後 建立六十歲的勞工強制退休 潔淨 內容新增 得由勞資雙方協商後 研製讓身心都可以繼續工作的人 得以繼續發揮所長 臺灣平均年齡將近八十歲 勞動部統計下六十五歲以上 還在就業就多達三十八萬人 這回再放寬 還有勞工團體 人力銀行認為關鍵在資房態度 就看未來還有沒有機會 再往前跨一步 華視新聞另外與林志淳談報道